這一次整個狀況大概是這樣 是在這個禮拜一5月22號 我們發現因為在六樓的西邊 復健科病房 這個病房比較特殊 因為病房在樓上 但是我們做復健是在一樓 那我們發現有七個住院的病人 然後有四個員工 總共就等於11個人 那我們發現說 怎麼同時有流感的症狀 那我們也做了快篩 那證實是A流感 那我們就大概開始認為是一個群聚 那接著隔一天又發現 有兩名的外籍看護 也同時得到了 所以總共13名 大家數字上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後來我們馬上 其實我們第一時間就開始做隔離 那注意一些監控 包括洗手然後口罩這些動作 那接著就整個都控制下來 那該投藥的我們也給藥了 那截止到今天為止呢 總共內流感症狀總共有19名 那就是跟原來的13名多了6名 那就是員工多了2名 那同一個病室的病人 就是在那個病房的病人也多了3名 那另外還有一名是家屬 所以總共是19名 那從我們開始處理之後呢 都沒有新個案 而且19個都沒有再發燒了 所以這個群聚呢 大概就告一個段落了 因為在傳染病的防治工作上面 通常我們得到一個症狀 通報出來的個案的話 我們首先在運方上面 都會進行一些隔離的措施 那剛剛那個媒體有問到說 那為什麼還會擴散到有這麼多的症狀 我必須要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一般類流感 或是說你們所謂的流感的一些 那個傳播的途徑 通常都是透過這個 譬如說我們現在正在兌換 我們可能有一些飛沫的感染 那我剛開始有症狀的時候 第一時間我就已經開始在散播這樣子的病毒了 所以你看到我們在醫院的時候 我們都會建議 無論如何到了醫院的時候 我們都建議戴著口罩 因為我雖然是一個健康的人 但是我不知道說 我下一課中是不是我的症狀就會開始了 那我症狀開始的時候 我繼續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我就有可能把這個病毒散播出去 所以運方在做好這些 已經有掌握到這些有症狀的病人出現的時候 他們做了隔離的時候 也許這個個案 他已經跟譬如說來的家屬 或是說照顧他的一些醫護的人員 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廢幕性的傳染 所以我們不能說這樣的個案再擴散出去 就代表說有哪一些工作是沒有做好 因為畢竟病毒在傳播的速度 會是比我們人在偵測到已經開始有病人 在進去投藥的時候要來的快一點 就像兩道人一樣 我看來的 我也是這樣說 我跟別人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